校本言語治療服務促進不同專業人士交流合作 支援有言語障礙的學生 以及提升整體學生的語言、溝通能力 有助建立校園關愛共用文化 學校提供校本言語治療服務的目的 是針對有言語障礙學生的需要 配合學校的語文發展 為他們提供適切的服務 學校會透過跨專業合作 全面幫助語障學生 以下我們會邀請兩間學校的老師 校本言語治療師和社工 從中小學的角度 分享校本言語治療服務的推行情況 首先,讓我們看看學校推行了 校本言語治療服務之後 有什麼轉變 我們同時對於語障 哪些才有機會是語障的學生 其實意識提高了 轉介會多了 評估會多了 透過和言語治療師的協助 我們會看到同學的表達 固然是溝通的能力 固然會提升 但加上配套之後 其實寫作方面都會有所提升 但透過校本言語之後 其實他們勇敢多了去說話 同時都反映到 他們在考試 或者在分組討論美女都多了 對於非語障的學生來說 是定期有講座 有些大哥哥大姐姐的計劃 也都有入班的活動 他們從中也會學到一些說話的技巧 以及如何去接納一些語障學生 令到他們課堂上的融合性 是更大的 那各持份者對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又有什麼看法呢 在家長的層面來說 家長是很歡迎我們有住校的語治療師 因為第一 他會是熟悉學校的地方 在照顧小朋友方面 他會容易一些去處理 另外最重要的是 有學校的老師平日跟他有聯繫 這個就是我們做到一個橋樑 陪通識科的老師 看到這一批的同學 他們由一些很短的句子 會變長了 他們會懂得如何解說自己的論點 然後去思考對方的論點 然後他要去做一些駁斥 這些其實不是我們預期 在延爾治療中會出現的果效 我們都會安排一些同學 跟延爾治療師 加上生日科學的老師 一起去做一些模擬面試 我們生日科學的老師 就固然緊張他 即是說不說到 為何要入醫科 為何對這份工作有興趣 而延爾治療師可以幫到手 其實是引導同學 如何預備 無論是說話也好 或者表情 或者譬如說的事例 我為何對這一科有興趣 而這些位置 其實延爾治療師就是幫他做彩排 透過合作 透過協作的時候 會看得到 遇上學生 有另一面的表現 在大班裏面 未必會留意到 或者是沒有機會見到 這些情況 會更加給他們機會 以後在課堂裏面 是更加積極去投入那個學習 也透過心理學家 他們的專業 去看那個學生 他在智能 他在社交 或者他在適應度那裏 有些什麽問題 雖然都可以在這一方面 納入去延爾治療的訓練範疇 針對他沒有信心 或者社交藥這一方面 在家庭的訓練 作為社工來說 其實我們最主要 是看學生的全人發展 所以當校本的服務來到的時候 我們當學生 其實他的服務 就是他的成長 是全面化一點的 一個校本的營養治療服務 其實是觸使到 我們跟不同的老師 不同的主義人士 都會有交流 我們會圍著一個 語障的同學 我們可能會有社工 會有教育生理學家 研語治療師 老師 我們一起坐下會開會 會就著小朋友 剛才講到的全人發展 因為每個專業界別 其實他都要有專業角度 去看一件事 當我們一起去看的時候 就知道 怎樣幫小朋友 可以幫學生 去全人發展 接著我們看看 推行校本 研語治療服務之後 中學老師 對支援語障學生的策略 又有什麼改變 我想很多人都會覺得 跟語言有關 一定是英文科老師 中文科老師的責任 但其實透過我們 這個研語治療師 跟我們這幾年的合作 其實同事會見到 不是學科 而是所有同事都要幫忙 這是我們策略上的轉變 我們知道要多些的支援 他們才可以達到一個 學校的要求 我們過往 可能同事會覺得 他讀書 寫不到句子 一定是一個 語文基礎比較弱 但現在同事有時候 都會用一個角度去看 他有沒有機會 其實是語言上的障礙 小學的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又是怎樣配合學校課程 去協助學生學習呢 就是我們配合到 我們課學校的課本教材 小朋友就覺得很有幫助 而言語治療師 知道他們的課程 跟我們學校課程的配合 他會有時候幫他補好底 加強他這方面的信心 去做 讓大家去配合 小朋友又覺得 又學到東西 又覺得又得益 他的信心是大很多 最後我們一起看一下 推行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對學校整體有些什麼影響 我們經過這麼多年的合作 知道原來是 老師和語治療師 一起去幫助 那個語障小朋友 老師的意識是提高了 及早識別及早協助 幫助小朋友之餘 其實老師的專業都是提升的 跟語治療師的溝通之後 老師對於語障學生的包容性 是提高了 讓小朋友多些機會 亦都容許他去思索多些 想多些 給他多些時間 這個是因為 我們知道 真的是小朋友的需要 我想其實 其中一個位置 我們要講共用文化 就很老實 就是要小朋友自己接納到自己 他要講到給人聽 他其實是有些什麼問題的 我們多了這些 不同的專業進來 幫我們手做事的時候 其實無論家長 同學 又或者是老師 都會覺得那樣很順理成長 就是正正我們的同學 他有需要的時候 就有不同的跨專業的協助 家長接納到小朋友 是有這個障礙 那小朋友就容易接納自己的障礙 而他們就自然地發生 自然地去接受服務 我想最大的得起就是 全校我們不同的持份者 老師家長和學生 他們對於語言的需要 那個認識是增加了 我想整體學校的氣氛 對於語障學生也好 非語障學生也好 尤其是在裡面的角色 都是很重要的 透過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以及不同專業人士的協助 語障學生 和非語障學生 在不同範疇都有所得著 同時也有助學校 建立共融的校園文化 在用心感 接著 動錄 回裏 吳